在基隆观光发展的部分 参加政策讨论的市长谢国梁和立委王宏威都认为 光是有景点还不够 需要有配套措施 延长旅客停留时间 能够住宿过夜当然是最佳的选择 所以如果有新的饭店跟购物中心 是能够发展观光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方向 我觉得这样 往上打卡点你还是能够去有一些周边的 不然就等于打卡拍照走了 你就没有留在这边 要吃东西要喝东西要消费 基隆市玩的东西不够多的时候 大家没有那个动力去过夜 所以你一定要东西玩的够多过夜 到过夜以后你会发现 真正好的饭店不够多 所以这就是两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调 我们饭店民宿都会增加 玩的东西也会增加 其实以前台北县也是这样 台北县那时候也没有五星级的饭店 那所有五星级的饭店都住在台北市 所以后来我们才拿两块地去BOT 一个是淡水的芙蓉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提供过去新北的经验 他们当年也是没有五星级饭店 后来透过政府的协调 提供土地运用 以促餐模式有了淡水芙蓉饭店跟板桥西尔顿饭店 这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 因此市长谢国良特别针对威海营区未来的规划 希望朝向饭店跟购物中心 让港区东岸整个休闲廊带更加完整 预计可以提供1500个以上的在地就业机会 在这边一定会打造一个很重要的新的一座好的饭店 就像长龙桂冠一样 我们甚至希望能够跟长龙桂冠某种程度 也有一些共同生活或购物关系的一个连结 我刚刚讲到购物了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要 还是要在市区再做一座购物中心 因为事实上市区也还有更多的味蜡量 然后大家一看 像是东岸好时整一些餐厅 大家平日就很满了 假日根本是要排队 所以这些细节就是讨论的过程 我也曾经跟他们在讨论过 是不是他们的容积是不是要用得满 还是说用到刚刚好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12000到15000坪 是会有的容积 就像我之前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换算 我想在这边又可以增加 大概1500到2000个就业机会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 1500好了 讲保守一点 1500左右的就业机会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可行 因为一个饭店就好几百 那一个商场应该也是好几百 那这个 所以这两个应该就可以达到 这部分会有增加的就业机会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也常常跟长荣桂冠的饭店 有一些合作 他们大概也跟我们说 大概是近年来首次 近十年来首次一到周末假日全满 那平日大概有七八成 其实对于这个饭店来说 其实这个是长荣集团张荣发先生创办人 当年这个为了回馈基隆所做的 其实他们这个在基隆一直都 住房率不是说特别高 一直到近年来 更多的旅客 所以他们真的是在回馈基隆 真的这一点我们也非常感谢 但是呢 未来我觉得商圈如果起来了 对他们未来的长荣集园 一定有更乐观的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等一下再请校官最后讲一下旗程 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明年年底以前 鼓励航航局 赶快把他顺利的这个应该说是 招商评选出去 那我们现在就是协助他们 跟他们讨论都市设计的部分 量体的部分 容积的部分 那还是有协助他做更多的这些规划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这个一德新村 他是港务局 然后就是阳明海运旁 那个叫一德新村 那火车站对面那个当然是台铁人 这个是航港局 你看大家有没有看到 但是每一个呢都跟市政府有关 因为如果市政府不协助他 或者是不跟他一起讨论他的业态 他可能很容易本身的这些主管机关 也提不起很大的动力去做很积极的 可是我们一上了以后每一块 其实都因为我自己知道 第一个这是促餐 然后民间投资 第二个这个盖起来以后 对基隆的就业对基隆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光是这几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地点 可能就是在做未来我们如果顺利都把它盖起来 我想超过的就业就已经有一万以上 那是不是很多我们这边在通勤的朋友们 大家就可以就是说有机会就越来越在基隆工作 市民朋友报告一下 那其实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那市长就跟这个航港局的局长 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 就朝这个方向积极的去进行 那不过因为大概这几个月应该中央 他们有一些改组啊 有一些部长也有一些交替啦 所以他目前我们的了解他的时程 就是说他们已经在采购可行性的评估 还有都市计划变更 因为要先办理这两个作业 这个处战的可行性评估出来 还有这个都市计划变更完成以后 那就会来进行一个招商 那我们也积极都在跟他追踪进度 那目前大概市长期待就是说 大概明年的下半年 他大概八九月 就会开始陆续启动一些招商的说明会 然后办理一些这些招商的这些文件 那当然我们希望后续可以积极 再来跟这个航港局讨论 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在年底 明年年底或者是后年的年初 然后开始能有这些投资签约完成 那因为后续还要进行 这些都市设计审议等等的 这些市政府的行政程序 我们也会来加速协助 基隆的山海港城优越区位 目前在周末假日观光人潮不断 未来如果能够串联饭店住宿跟购物点 来延长旅客停留的时间刺激消费 同时也能创造在地就业机会 让基隆人更幸福 记者黄俊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